Hi 大家好,我是Chip,我是一名歷史的YouTuber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QNAP的NAS 我過去經常到各地演講 除了經營外貼問題、歷史問題外 讓我很意外的是常常有人問我用什麼儲存 而我的答案就是QNAP的NAS 因為是一間工作室還有其他的員工 例如我與這個插畫家討論完文案 他會把作品丟到NAS上 然後我再去下載 那接著影片的初簡、桑枝母的那些雜事 這些過程都會經由NAS 讓檔案在不同人手上流串 說流串嘛 最終完成一部影片 那如果是傳統的外界式硬碟 雖然拿去的非常方便 但其實效率就差了一點 那雲端的話 重要的資料給別人保管的是毛毛的 因此我特別推薦QNAP的NAS 只要連上網路就可以隨隨地的存取資料 讓我在外面也可以即時撈到資料或是畫面 再也不怕忘記帶來隨身碟 重點還白光隱私,成本也是比較低 那我這個頻道經營的也三年多了 這三年來資料非常的龐大 QNAP的NAS的容量很大就不用說了 利害是他的收容系統非常的強 超介面很人性化 可以讓我很快的找到資料 使用起來可以說是非常的愉快 最後還是非常推薦QNAP的NAS 絕對是你工作室娛樂上的好幫手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